张廷玉早朝进宫,碰见了红石和自己的弟弟张廷玉。张廷玉询问张廷玉为什么这么早进宫还和红石一起。张廷玉支支吾吾,红石立马解释是他请张廷玉来帮他补习功课的。 这样一来张廷玉也不好多说些什么,大殿内一个太监擦着地哼着小曲儿,这本应是要惩罚的,但是雍正得知太监是山西的,心情大好,免了太监的罪还告诉他,你们山西去了一个好官啊,以后你们山西人人可以安居乐业了。 可雍正不知道的是接下来的事情会让他大乏泪霆。山西的官员领会了龙科多的意思,找到诺敏,告诉他,翻库的三百万两银子有把握在半年内还清,也不知道他们要用什么幺蛾子。 一晃半年过去了,早朝上雍正告诉大臣们。 昨天晚上,朕接到了山西来的奏折,说山西十几年来亏空翻库的三百多万两官银,半年之内全部还清了。 山西的欠款已经如数还清,这让大臣们很事不解。 雍正告诉他们,只要心里装着国家,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情,山西巡抚诺民就是一个榜样。 当朝把内务府连夜赶制的牌匾,天下第一巡抚,立刻送往山西并昭告天下。 可想而知,这是一份多大的荣耀。 但雍正不知道的是,他大错特错。 田文静去河南上任路过山西阳泉县,遇到了官兵正在收过桥费。 从一老汉口中得知,每个桥都要收费,因为官府欠了国库的银子。 诺敏急于表现半年内还清,现在山西是所有的企业都要交钱,就连婊子接客都要交钱。 现在是县骗府,府骗省,省里就骗皇上。 总之,没人查,听到此事,田文静准备在山西停留暗访此事。 皇上给礼位发来圣旨,但是上面的字他一半都不认识,只好来找乌司道帮忙。 原来乌司道离开皇上之后来到了礼位这里,这也正是他聪明之处啊。 乌司道告诉礼位,圣旨是表彰诺敏半年之内清还国库欠款的事。 礼位很是不解。 半年? 嗯。 把十几年亏空的银子都追回来了? 哎。 这事儿透着邪啊。 哎,你说的对,我也不相信。 这里面恐怕有出入啊。 乌司道还分析,赵书是发给各省巡抚的,现在发给你一个不证实,看来皇上是要给你升官。 应该是要派你去什么地方当巡抚。 田文静这边上折子告诉皇上山西的事,这时雍正才知道自己犯下的大错。 但是现在刚刚表彰完又没有什么证据,张婷玉建议派田文静以验收的名义暗中彻查。 田文静来到山西官府,叫来杨权县令,问及为什么要拦路收费。 县令告诉他欠国库的钱是向太原借的,现在收费是为了还太原的钱。 田文静让太原县令前来作证,回答是如出一辙,看来是做足了功课。 田文静无奈,只好要求去往翻库。 查看官银。 来到国库,田文静命人仔细核对之后,发现国库内的银子一两不少,这很是蹊跷。 田文静上书皇上,雍正也担心这件事的真伪,最后决定派土里琛去再探究竟。 夜晚,龙科都把土里琛叫到府上,点不他,你这次去一定要顾及皇上的脸面。 意思就是,得过且过,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,不要闹出笑话。 皇上知道龙科都找了土里琛问话,告诉他,什么都不要管,朕只要实情。 李卫和乌思道在山西和田文静碰面,田文静正在为国库的事情发愁。 乌思道问他,查看库银的时候,是京定还是台州定? 田文静说,有270万都是些碎银子,经过乌思道的点拨,他才恍然大悟。 倘若这300万两库银,真是各道州府县搅环的官银,应该一律是50两一钉的京定,或者是台州定,怎么会是杂银呢? 山西方库里的银子是官府向商家借来的,乌思道让他立马封了方库,因为他推测皇上肯定还要派钦差来查,如果到时候你没有证据,那就完了。 但是田文静手上只带了几个随从,没有这个能力。 李卫此时,准备借给田文静官兵,查封翻库。 本集完,欢迎大家订阅评论。 这样的话,我们明显有数人理 Officer,本集完。 他直至在本一写。